台三十線玉長公路東西橫貫的海岸山脈 除了是聯絡花東縱谷及東部海岸最便捷的公路之外 跨越秀姑鑾溪的玉里大橋 橋梁每年還會以2到3公分的速度 持續增加兩端的高低落差 見證了歐亞板塊與菲律賓海板塊搓動的地質現象 而這條台三十線還有另外一個奇特的地方 那就是兩端的玉里鎮跟長冰箱彼此突出到隔壁線內 為什麼花蓮縣跟台東縣的交會處會有這麼奇怪的形狀? 把時間拉回到1874年 在牡丹舍事件爆發之後 清政府除了實施開山府番的政策 開闢北、中、南三條從西部通往後山的道路之外 隔年的1875年廢除番界禁令 正式結束延續一個世紀之久的土牛紅線 設立後山有史以來第一個行政區化 北南廷 但是北南的所在位置其實是縱古平原的最南端 而整個後山地區又南北狹長 未來可能不利於統治 因此當時的福建巡甫丁日昌曾經有個構想 是要把後山地區分裁設立一府三線 分別為今天光復鄉泰巴朗以北的齊萊 太巴朗到秀姑蘭溪與北南溪分水嶺的秀姑蘭 北南溪流域的北南 讓整個後山成為三個核心區 至於首府的部分 則是要設立在縱古正中央的水尾 也就是今天的瑞穗鄉 如此一來就可以讓整個後山地區連成一氣 有助於後續的發展 而為了開發後山地區 清政府還另外設立福肯局 希望可以吸引百姓前往後山進行託肯 結果福肯局不只最開始在招募的過程就不順利 後來在土地清茶上還有著諸多疏漏 徵收稅款的時候更爆發醜聞 因為當時男性壯丁已經外出耕作 官員催促留守家中的婦女交款不成 竟然直接對這些婦女施暴 更放話說如果要補繳稅款的話 要帶妙齡女子同行才會接受 於是在1888年當地漢人聯合原住民起義 先是殺死前來徵稅的官員 接著放火焚燒水尾的福肯局官社 然後繽紛兩路 一路往北攻至花蓮港 另一路往南指導邊南廳的廳署 後世成為大莊事件 這起事件震驚了當時的台灣巡撫留民船 為了讓這個戰火名言整個後山地區的反抗行動趕緊收尾 留民船緊急拍電報將消息傳到北京 使得清政府甚至派出了北洋水師 整起事件從6月一路蔓延到8月才結束 大莊事件之後 胡氏的爸爸胡傳被調派到後山進行善後調查 這場事件對清政府的後山治理帶來非常大的影響 首先是北南廳改至升格為台東直立州 這也是台東這兩個字第一次成為行政區化名稱 而原本一幅三線計畫也徹底打交 改成畫設五個鄉 邊界跟原本三個縣廳有著不小的差異 包含了南鄉、廣鄉、新鄉、鳳鄉、蓮鄉 南鄉為北南地區 廣鄉在海線以城廣奧莊 也就是今天三仙台北邊的成功鎮小港為中心 從北南溪移入到秀姑鸾溪 新鄉則在跟廣鄉相對的縱古地區 鳳鄉往北移入到穆瓜溪 剩下的穆瓜溪以北則是化歸連鄉 當時間進入到日本時代 日治初期因為統治的基礎還不穩定 行政區化幾乎每年都多多少少有做調整 原本的台東直立州先是被改為 台南民政支部台東出張所 接著又改成台南縣台東支廳 後來在1897年獨立為台東廳 並且在下面設立三個便務所 掌管原本歸縣廳層級管轄的警察與福肯相關行政工作 這三個便務所分別為掌管蓮鄉的齊萊便務所 掌管新鄉、鳳鄉的水尾便務所 以及掌管南鄉、廣鄉的碑南便務所 雖然同樣是有三個派出機構 但實際上的邊界卻還是跟清代一府三線的構想有著差異 而這個區化也沒有維持太久 到了1901年改成在台東廳之下 設立廳直轄、華蓮港之廳、菩斯閣之廳、陳廣澳之廳、巴朗衛之廳 這五個單位 最後在1909年 華蓮港之廳跟普什閣之廳被分拆出去 改設至與台東廳獨立的華蓮港廳 從此之後大致確立了後山地區兩個最高行政區化的架構 其實華蓮港廳跟台東廳的邊界 還隱約看得到清代一府三線構想 以及後來實際實施的五香制度的影子 在重古的地方 華蓮港廳跟台東廳的邊界 大概就是秀姑蘭溪與北南溪的分水嶺 而這也是想像中秀姑蘭縣跟北南縣的邊界 至於在海線的地方 則是把清代的廣香幾乎全部劃給了台東廳 這也讓當時的台東廳在海線的地方往北延伸非常多 像是直接插進華蓮港廳一樣 從一府三線到實際執行的兩廳 少了一個行政區化的狀況下 中間的交界帶就可能會出現結場補短的現象 往後國民政府接收台灣時 在後山地區仍然大致承襲了1909年劃定的這個邊界 延續成今天的台東線及花蓮線 不過如果考量到實際的地理條件的話 可能還是會畫出非常相似的形狀 以海線來說 秀姑蘭溪出海口南側 一路到台東市區有比較多的平坦地帶 往北的海岸山脈則是非常鄰近海岸線 在豐冰鄉的激起有一段親不知子斷崖 傳說就是曾有部落的婦女背著小孩經過這個斷崖時 因為過度緊張而一直到通過斷崖之後 才發現自己的小孩已經不見 而台11線東部濱海公路不只在秀姑蘭溪以北打了非常多的隧道 甚至還有一段路必須蜿蜒在山區裡面 變成環山的濱海公路 更早期的台11線走的也不是輕不知子斷崖 而是在豐冰就直接往西折進眾谷裡面 走的路線是今天的台11甲線光峰公路 起點位在光復鄉的馬太安 台11線往南進到台東縣的第一個鄉鎮 是北邊跟西邊北花蓮線環繞的長冰鄉 因為沒有公路可以直接跨越海岸山脈 長年以來跟南邊距離比較遠的成功鎮 台東市有比較多的互動 一直要到台30線玉長公路通車之後才打破這個現象 玉長公路的前身是日本時代的安通越林道 當時就曾經有過開闢為公路的構想 但是因為經費問題遲遲沒有進展 要到1998年才正式動工 最後在2007年完工通車 正式將花蓮線與台東線這兩塊最突出 延伸進對方線境內的鄉鎮聯絡起來 除了是跨越海岸山脈的公路之外 台30線的西段還承接另外一條 曾經要橫貫中央山脈的公路 也就是過去影片曾經講過的新中橫公路 新中橫公路計劃在2006年由行政院公告取消之後 原本東段已經開闢完成的玉里市區 到玉山國家公園邊界山峰的路段 由台18線改編為台30線 使得台30線在玉里市區到安通的玉長公路起點 有4公里跟台9線共線的路段 當中便包含了跨越秀姑鑾溪的玉里大橋 由於玉里大橋直接跨越了池上斷層 搓洞的斷層使得玉里大橋兩段高低落差 持續以每年2到3公分的速度增加 原先花東景觀大道的工程 曾經考慮要比照台鐵 直接往南跨越秀姑鑾溪的支流 勒勒溪來避開池上斷層 不過因為涉及到用地征收的問題 再加上建築工法已經有所進步 可以採取原地改建的方案 而改建後的橋樑考量到池上斷層仍然會持續搓洞 會先把橋樑的溪端墊高60公分 等到未來東端因為斷層而抬升之後 橋樑的兩端就會等高 而且設計上允許未來溪端再次以人工方式墊高 就可以延長玉里大橋的使用壽命 台三十線玉長公路沿線 除了有看似奇異的行政區化之外 更跨越了一座活的地支教室 你覺得是台東線只插進花蓮線比較有趣 還是橋樑會不斷長高比較特別呢? 歡迎在留言區一起討論 也別忘記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並且把影片分享出去 讓更多朋友知道玉長公路沿線的奇異現象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